深耕地方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今年适逢成立90周年 特别在上周六21日 盛大举行吸手90载 童星迎未来的庆祝大会 而活动开场就由精彩的艺术几股团队 带来气势磅礴的表演 而这一次在淡水一信 更在90周年大会上面 捐赠在淡水万平的宫八公园 建造良亭一座 提供地方使用 同时也捐赠新北市32所中小学 岛户背心305件 由新北市长辉友宜代表接受 90年来我们淡水一信 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努力团结 我们由一家分社 目前已经发展到有18家分社 而且最近我们也在台北市 巴德路市中心设立台北分社 所以淡水一信目前在台北市 及新北市已经有18家分社 同时我们因为大家努力的发展 对客户的需求来极力的满存 所以我们的里程碑已经跨过 存款突破1032亿 换款达到743亿 淡水一信表示 淡水一信创立于民国23年 当时由淡水地方市生和日本人 共同创立 而在最近的10年内 更新增了7个分社 营业据点已经达到了18处 扩大到双北地区 此外更秉持着取之于地方 用之于地方的精神 公益付出回馈相利 期许与民众与时俱进 同步成长 持续向百年大业迈进 而对此新北市长辉友宜 在据此时也表示 淡水人口快速成长 而淡水一信90年来 见证淡水发展 也赞许肯定淡水一信的诚信 乐诚专业 也感谢一信的出钱出力 低调做事 为地方持续奉献 尤其他对这块土地的关怀 尽到社会企业的责任 我查来的时候都是 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淡水地区的努力 做到公益慈善 社会教化 也做到乐善的努力 出几个出来 所以包括消防车 救护州的福岡巴士 他的官方会做都做了 生日不需要 一天才才会说话 所以表示我们社会各界 对淡水一信的一个认同 同时呢 我们也积极 做数位的一个转型 我们在今年度呢 针对我们的数位银行 也就是网络银行 跟行动银行 做一个大幅度的改版 期许呢 我们的新的改版呢 能给客户最及时 最先进 最迅速的一个金融服务 大会现场有包括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还有主管机关金管会的 银行局主秘 以及淡水区长 立委在地议员 以及全国23家的 信用合作社同业代表出席 此外淡水一信更特别颁奖 表彰数十位的资深员工 包括了社员代表以及员工 都感受到淡水一信 员工仍才被出 而展现出淡水一信的诚信服务 专业亲切与回馈地方的耕耘 更获得各界的好评肯定 接着许多艺弹水采访报道